当生活失去控制时,知道如何保持冷静很重要,马可奥勒留在他的《陈思路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见解。 通过练习以下五种美德,你将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抱不确定性并保持冷静。 第一个美德是接受。 马可奥勒留希望我们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,而不是否认现实。 在他的《陈思路》中写道,有些事发生在你身上,很好,这本来就是为你而生的,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模式。 如果你相信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在你身上的,那么你就会更容易接受它。 一旦你接受了自己现在的处境,你就会立即感到更加平静,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你注定要处于的位置。 并且这不是偶然,接受现在是改变未来的第一步。 马可奥勒留谈到的第二个美德是正念。 在《陈思路》中,他说,忘记其他一切,只抓住这一点并记住它。 我们每个人都只活在当下这短暂的瞬间,其余的已经经历过,或者是不可能看到的。 马可奥勒留希望我们专注于当下和下一步行动,因为过去只是记忆,未来是不确定的。 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 如果你怀着最好的意图并进你最大的努力方式去做的话,那就是你能做的最大的事情,剩下的一切都会由命运来处理。 通过专注于当下,你会开始感到更加平静。 你将消除因担心无法改变的过去或是不可预知的未来而产生的焦虑。 专注于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,是最有效地利用你的时间。 马可奥勒留谈到的第三个美德是辨别力。 这意味着能够区分哪些事情是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,哪些是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。 他写道,记住,除了你的血肉之外,没有任何东西属于你,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受你的控制。 最受你控制的是你的身体,思想和行动,或者换句话说,是你的自我表达。 你可以控制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表达自己的方式,但你无法控制世界对你的反应。 你可以怀着最好的意图说一些话,但它仍然可能被误解。 你可以花数年时间创作一首歌,一部电影或一本书,但你不能强迫人们喜欢它。 你可以穿得暖和一些,但你无法阻止下雨。 你的行为和自我表达都在你的掌控之中,但世界的反应却并非如此。 当你意识到并接受这一点时,你会感到平静,因为你知道大多数事情都是你无法控制的。 你唯一的责任就是专注于自己的行为。 马可奥勒刘谈到的第四个美德是判断力。 他写道,除了做你的本性要求的事情,接受大自然送给你的东西之外,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重要的。 马可奥勒刘谈告,我们要明智地对待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。 他认为,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道德的生活,追求,正义,诚实,自律,勇气,或者换句话说,做一个好人。 当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很重要时,例如财富,名誉或在别人面前看起来不错,我们往往会感到更加焦虑,因为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,并依赖于其他人。 但是,当我们重视正确的事情时,例如道德的生活和做一个好人时,我们会感到更加平静和平和,因为做一个好人总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 马可奥勒刘谈到的第五个美德是,适应能力。 他写道,害怕改变,但没有变化,什么还能存在呢? 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,而且对自然也同样重要。 变化是宇宙的本质,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和运动,世界在不断前进。 如果你停止不前,你就会被抛在后面,不愿意改变是不自然的。 如果时代再变,你就必须要与时俱进。 当你接受自己和世界的改变是自然且强制性时,你就会感到更加平静。 感谢收看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,也欢迎分享出去,让更多人看见,记得关注哦。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,我们下个视频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